打过一个操作以照简单的方式 给大家订阅两人 在金融用心的客厅当中 住在健康的地势 好玩时都得到很高兴 因为我自己本身心脏不好 然后我透过这样的自己DIY之后 我现在的药都停掉了 医生说你怎么有办法这样子 我从一天两包药到一天一包 然后到现在一个礼拜一个月 现在都停掉了 所以我觉得说 当一个人身体有疾病的时候 其实吃药是一定要的 看医生是一定要的 不过我觉得要学会自己这个DIY 这样很简单的自己来调理 而且懂这个筋肉穴位 对我们是非常帮助 给你认识社区发展协会 一年来的这支古板 图完的活动课程 让社区的基民 万一走出来跟大家合同 活动同样 昨天拜金融的老师上课 买邀车成功台下 把李正建博士进行红载的选择 政府的人力在遇到比较大的灾害的时候 他是不准的 那如果我们说那我们讲也没有人听 那我们讲也没有人所以我们不做 那我们就等政府来 那时间上就慢了 那其实这时候就会靠社区自己的 也就是说社区要有那个自救的能力 社区和很多单位合作 这就等待在新的事务不容易去体验的活动 让大家都很有参加感 出尽新鲜的健康 南天新闻聊的三个咖喱 彩虹报道 大家好 谢谢大家